曾经参与03年沙士抗疫的沈祖瑶 说理解医护罢工 但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做医护的志愿 又说不了解政府为什么不能完全封关 更希望官员亲身去医院 感受前线医护面对的困难 陈之永报道 2003年沙士传承上下一心抗疫 17年后的今天疫症再临 当年在威远做内科部主管的沈祖瑶 是最前线面对疫情 沈祖瑶不评论医护罢工的做法 但令他想起在大学收生的时候 899.9%都是说我想服务人群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 我们起初的志愿是怎么样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个人的因素或者选择 但这个仍然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承诺 拔不拔工是每个人的个人的意愿 担忧是很真实的 因为那个工作量 还有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病人出现的时候 政府为什么不能完全封关呢 这是我不了解的 疫症未社区爆发 沈祖瑶比较担心的是医护的情绪 他说处理疫症比平时病房累几倍 希望医院安排人手的时候 不要只是摆最前线 年轻的进去 有经验的医生也都要分担 令03年他见到的画面不会重演 我很记得我们去其他的医院 有些一路听一路都哭 我希望我们今天不会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们既然进来医行 我们是会做的 怎么样令医护更加安心呢 他说政府发放资讯的时候 一定要绝对的透明和坦白 不过现况是 政府和医护继续僵持 对付疫症这场仗可以怎么打下去呢 我希望局方或者政府方面 除了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去看着数字或者开会之外 都能够譬如亲身离一下医院里面 去感受一下 让他们知道现在前线的人 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沈祖遥回顾03年沙士的时候 曾经说过 这是最坏的时候 也是最好的时候 他说这句话到现在仍然适用 又相信香港可以应付到今次的疫情 有线电视记者一层自卫报导 一受掌握游线新闻